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張夢甫美日一字 妹 好,這個連妹的妹 衣袖 左邊是一個衣布,右邊是一個絕 應該說念怪啦 好,我們來看這個楷書的結構 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衣布這邊特別長,兩點小一點 然後避讓,待會長文化有空間 這樣子 那這個樹直撇比較長 這點,一般而言楷書是這樣 那張夢甫呢,把它誇張 這邊不會寫成一個那 因為空間不夠大,不會寫成那 這樣子 比較有一點點,形樹的味道在裡面了 它這裡,注意它整個沒有撇出去了 這裡 直接 轉過來 帶筆過來 相對的,這裡樹畫比較短 再來這邊 再來這邊 也是直接折過來 逆筆上去 一個點 折過來,長點 這是張夢甫的寫法 好,那 再來就是一部這邊呢 可以寫得更流暢 好,跟右邊這裡都可以更流暢一點 我們來看 好,兩點可以看到 整個是這樣 連續動作帶筆 好,這個 內 好 那左邊的這個衣布呢 我們有講過蠻多次的 它可以 做一點點省略 我們說可以寫成這樣 先 折 橫折 再過來 這樣可以寫 一部或四部都可以的 這種 一定要牢牢記住 好,最後呢 好,這沒什麼好編 這邊 右邊這個塊 這邊 可以 直接 不折過來 直接這樣繞上去 這也是要 滿常看到的 要記住 這樣直接繞上去 好,大家留一下